大家好,我是Trak刚,书接前文,上集我们讲到了什么地方呢?我们讲到了这个地方,加利福尼亚的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,Traklands Rules,一共有三个step嘛,我们讲到了第三个step,第三个step,什么step呢? 就是说我要假期给大家主要讲一下这个Trak Road Maps in California 当时我打开这个网站,打开这个链接呢,是发现是Local的,Local Terminal Assess,就是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,和我们要看的还有点区别,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就是主要讲那Trak Road Maps,但不是打开这个链接啊,而我要打开的链接是之前我们搜索的,之前我们看我们CaliforniaTrak Road Restriction,最上面啊,在Google Maps搜索这个 这个呢,第二项呢,你看这边,第一项是去告诉你那些respect,第二项呢就是,第二项就是偏在屏幕正中间显示的,CA,叫California,CaliforniaTrak Network Maps 我们就要打开这个啊,今天我们家主要研究下加利福尼亚这个,因为加利福尼亚对这个卡车的限制是啊,是全北美我认为啊,是最多的,也是最恶心的 知道吗,他有自己的想法,他有自己的规定,他不认可你别的地方的驾照,贼搞笑,反正有很多地方呢都是 至于搞笑的地方,我一气气慢慢讲嘛,那今天你看呢,我们就打开这个,打开这个链接之后呢,就是CaliforniaTrak Network Map 你看啊,下面见了,你看啊,这边还是那个,就刚才我们之前是讲过这些,你要determined which route you can use, right? 你要可以哪条路可以运,我们可以用,用的是green和blue,一旦有这个black dash和这个yellow的,都是就基本上我们就要小心了,基本上就很,这些呢,有可能我们就过不去了,一旦上面显示了red了,就是别进去 进去,那有可能正触不来啊,好,那现在我们看整个加利福尼亚这个地图啊,他你看他给你一共是这个pdf文档吧,一共123456789,是1112个,12个地方呢,就是每个地方的区域不一样,你看123456789,你看那个10为什么放在那里,我也不知道,因为这个10的restriction,我是反正我是比较,认为比较多的 然后呢,再看8,1112,反正他数字这么排列,我们就这么按了吧,那我们先打开第一个,打开第一个,就一个一个地图看呗,我们看到只要是绿色的,就是interstate route,它叫national network states route,SATA route,就是没事,terminal access,SATA,都是不管它了,先先看吧,就是第一个,就一旦是绿线, 我称为啊,他们叫做什么national network,我就,我们,我呢,称之成为国际,就国家级的高速公路吧,然后呢,这个呢,terminal access,第二条蓝线呢,它就称为州级公路,叫state road,state road,那你看到现在,我们这,在这个体图上,基本上看不着那个interstate road,就看不着绿线,只能看着蓝线,所以说你看,这边最重要的就是101啊,最重要这边101,大家有空啊,可以开小车去看, 看一下,那风景真的是绝对优美啊,沿着,你看上啊,沿着西海岸,沿着那个加利福尼亚的西海岸101一直会开啊,101,你看最后开到101变成了一号公路,这个一号公路就是相当美的啊,开小车你快去一下啊,那好了,那这条路向,我怎么,你说了这是第一页,然后咱我们再退回去吧,我们再看第二个,就是你看每个地府呢,都告诉你看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不同地方呢,有什么眼看这里就涉及到有五号路了啊,你看有五号路了啊,你看有五号路了啊, 五号路从南到北下来,然后各种各样的路线,那好了,那这么多路线restriction,我该怎么办呢,我该怎么给大家讲呢,好,我给大家讲,讲两个我去加利福尼亚的实力啊,好吧,这样就明白了,首先呢,我们打开我们的google map,打开我们google map呢,我们要找一个地方,要找一个什么地方呢,在我没找到之前呢,先不管它,我先把它取消掉, 我上次去的是这个地方,大家看了,这是加利福尼亚吗,对不对,加利福尼亚的Reno,加利福尼亚的Sacramento,Sacramento这里,再往开搭,这就是Santa Rose,Santa Rose,再往北往上,是Vincer,再往上,这看到这个Handsburg没有,H-E-A-L-D-S-B-U-R-G,Handsburg这里上,你发现,我因为我之前搜索过这个地方,这叫Capital Lumber,这个Capital Lumber,正中间这个啊,我们呢,上次我送货呢,就送到这个, 这里,如果说我们要直接点Direction,啊,直接点Direction,上面都无远啊,我们沿着一直,你看,这就是五号公路啊,Interstate Road,肯定没问题了,一直往下开,一直往下开,一直往下开,可是开到这里的时候,你看到,我们在开到Villiams,在开到加利福尼亚了,Villiams,他让我们走哪条路了,就让我们换成20号公路走了,20号公路走,那这好了,这时候我不说了,在你如果说你没去过这个州,你也不知道这个州这条路是能走不能走,通常情况啊,这些州级 州级公路啊,你都是可以走的,但是你确定你走的路线,你为什么要走那条路线,无非就是省油省时间呗,对不对,Economy is first rate,要不然省时间,要不然省油,结果两个都不省,为什么要走那条路了,那怎么样确定呢,有两种方法,第一种就像我说的,就现在我教给大家的,直接去他的州级的官网上卡,这条公路能不能走,第二个简单的方法呢,就是说你打开这个Google Map,你看这路啊,你看这路取折不取折,你看这20号公路取折的, 到处都是弯弯晃晃,你看这路,那说明这条路呢,你看,尤其是到这里啊,你看尤其到这里,尤其到这里,尤其到这里,你看这真的他妈的,九曲十八万斤,往开一打的,你想都不要想,这条路呢,能不走就不走了呗,对不对,多恐怖啊,好,我把这个取消掉啊,让大家看看这块,你看,这就是这边的山路,那这条山路呢,我没走过,到处告诉你啊,这条山路我一个哥们走过, 走过去就是说,那些小路的,这些路是能转过来,这又是站对面的路,又是什么样的,先不说吧,他贼恶心,最后是什么,警察给他开了一个罚单,但是那天的警察的罚单呢,说了,警察一开罚单,一看这日期,我靠哥们儿,今天还是你生日,我靠,你,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赛,那儿说了,这条路不能走,他说我看到了,当我看到那条,当我看到那个牌子的时候,我再往回掉头,根本就没无,没路可以, 所以掉头回去,所以我只能往下开,所以说他也是去这个地方送货,所以说之后呢,我就去了,哎,我就知道了,去这个地方呢,不能走这条路,应该走哪条路呢,你看这傻逼Google啊,他给你发另外一条路线,让你从这边绕,绕Oregon绕这么多,你说的不是傻木,我从这边绕呢,正儿八经的路线呢,就是从这儿里绕啊,沿着五号公路呢,继续往南走, 沿着五号继续攻了,往南走,走到这里的时候呢,你看,走到这个交叉谷的时候呢,走Highway505,也是Interstate,走505,走到505的时候,再往下走,你看,再往下走,再往下走,就和他,505呢,就和这边的,和80接上了,然后就和,就和那个,就和那个,就和那个,之前那个,Google另外一条设计路线重合了嘛, 然后再沿着Highway80走,再沿着Highway37走,再沿着,你看,再沿着101,116,刚才再沿着101,再沿着101去这个地方,你可不要贪图这个,这点距离啊,那好了,那你说的,我们贪图这点距离,这点距离省了多少呢,我们具体一下,你看,就这样子,具体省了多少呢,因为这样Google Map,我在那个电脑上的Google Map是可以拖动路线的,但我在我手机里不可以,所以说我就这时候用到了我另外一个North American Kappa的导航,好,我们 我刚才叫Where to go,因为刚才那个,我已经发现了,那就是,就是那个Handsburg,就第二个啊,就是13518Handsburg Avenue,这就是刚才那个,这就是我要说的去那个那个,那什么地方呢,有Capital Lumber,那个要去那个地址啊,要去那个地址往下一拉,给大家打开,嗯,从温哥华一直往下开,对吧,开到这个地方,你看到我这个地方呢,他也是让我走这条路,那现在呢,我们退回去,退回 你看到没有,940M,看到了吧,940M,那好了,那我们现在退回去,Where to go呢,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路线呢,再改,咱把这个加上去,Activity rule,这个怎么时间不管,但是我就是这样一规划路线呢,你大家先看一下,变成了984M,那984M,940M,多跑了44M,44M,那就是44分钟,将近45分钟的时间,如果每小时60M的情况下,开车的情况下, 要开45分钟啊,那好了,你多开了40M,你看,这个路线就怎么开的,这个路线呢,我们就这样开的,就是,那本来他设计的路线,让我们走20号公路啊,看到吗,这20号公路,七驱曲折,走Clear Lake,然后在这,再走29号下去,再从这里,你知道吗,再从这里一直,再从Hive 29,再走这个地方,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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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走到这个,走到这个Handsburger,这条路线呢,卡车根本走不了,为什么卡车根本走不了了,现在我们计下路线啊,Hive 20和Hive 29,对不对,Hive 20和Hive 29,在这一块,好,我们再打开这个地方,Hive 20和Hive 29,在California是地方,应该是在4,对不对, 这个地方是在4吗,Stoketon旁边Oakland,我们看看,先打开4,不是4就是1吗,对吧,3的可能性大不大,也有,那我们先打开4和1吧,我们先打开4,看看这个4是5,能不能找到我们那个Maps上那个地方,好,首先我们是从那个地方,你看这个880啊,他先找我们要580,Hive 580,首先找那个弟子,你看这里,在这,看到没有,Winsor,Sataros,Handsburg,好,那就是这条路线了, 你看,你看,这条是黄线来着,看到没有,这条黄线呢,这条是黄线,29号公路是黄线,这边29号黄线,只能看到29号是黄线,那当时我们大家还记彼的二条黄线什么意思呢,你看黄线,65 feet的California,你看这里啊,黄线的标示,65 feet的California Legal Cup Advisory,就是说你的65 feet以下,你可以开,65 feet以上, 你能不能开这条路呢,不能开,那好了,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边了,对不对,那我们要从上面过来的时候呢,我们要看哪个条路呢, 然后我们再退回去,要看,有可能要看3,对不对,刚才我们的看了4,是从这个地方过来,我们要从这里过来,有可能是从1那里过来,要不是从3那里过来, 那么先打开1再看一下,打开1看一下,看到最下面的这里,29号公路,你看,29号公路,53到Clear Lake,刚才我们不是必经过Clear Lake的29号公路吗, 这里看,貌似都可以,对不对,那好了,那我们就是从3,看这个restriction3,你看上这边,你看这边接的是,上面接的是3,下面接的是,这边是编辑吗, 你看这里,这里接的是3,这里接的是4,那我们就说,29号公路往Clear Lake,从Clear Lake那边往开,我们要再打开3,我们再去打开3, 我们打开3的时候呢,你看,3的时候呢,沿着Interstage5号公路往下开,对不对,沿着5号,开Clear Lake的时候,我们要开20号公路,20号能开,也能开,看到没有,哇塞,能开,这条路可以开,兄弟们,我不敢相信呢,那好啊,现在那就是说, 沿着20号公路可以开,30号也30号的时候就不能开了,我那看一下呢,我们再看一下,回去Google Map看一下,你看我们20号公路可以开, 晚上20号走53去Clear Lake也都可以开,对吧,20号走Clear Lake走53,那我们就看着53,29,53,29,上面都是蓝线都可以开,对吧,那这里20蓝线可以开,对吧, 在哪里,对,在这里20,那么这边接的是1嘛,然后我们在这边接的是1,20接过来的时候,接的是1,53,29都可以开,你忽然间发现没,29,你看接着53也可以开,接到29的时候,接到这个175的时候,你发现这175,你是不是黄线了,175黄线就是不能开的了,或者说我们只能走到上面,然后到了Clear Lake, Clear Lake,那里是接4,我们这是1吗,对啊,Restriction,Clear Lake,53,所以说看的时候我都投大,所以说大家就是慢慢看,接到53,接到29,我们再回来, 你看,我们从这里接的是20,接着53,接的是29,他去的是,我们要紧接着接着29吗,接着29的时候,我们要去的这个是Cast,叫什么Castaga和Woodleaf,Castaga和Woodleaf,接着29,Castaga,Woodleaf,但他只是这里只显示一个Clear Lake, 然后紧接着175号公路,对不对,我们只,他只写了Clear Lake和175,你看这Lower Lake,然后这里是Clear Lake,只是接着Clear Lake和175,我们要找,你看,Highway175在这里,那就是再往下走,还要29的时候呢,我们这一团路的时候,Castaga这里是没显示的,这里是29号路啊, 但是这里就不是29号路了,你看发现没,如果到时候我们要去走的话呢,你要接着走,走175往上走了,可是我们要往南走啊,知道吗,就这一段路,就这一段路是不允许走的,如果没记错的,我们再找一下他,然后,那这里的29走175可以走,再往下走呢,再往下走就走到29了,我们接着就接成4了嘛,对不对,好,我们再去接4 接4还不让我接了怎么,啊,接4不让我接,我自己退出去 退不出去,退不出去,没事,这都可以,我在这里接4,我在这里接4,这里接4呢,我不是说了,那你看你的1是在这里上面接的,从这边29号下来嘛,对不对,我们接的29号下来,这不是Hansberger吗,29号路还下来,你看这里,马上又变成黄线了 我们接29,我们要去Hansberger,你要29接128,或者说29下来接10,你看从这边啊,我看的买一点啊,从29号下来就直接29号下来,一下这里就变黄线了,你看知道没有,这里是黄线,然后到了Santa Road,Winsor和101的时候接线在Hansberger,咱们是29转128,看咱们走的路线是29转128,可以29,你看知道吗,这个路线就不能按他这个走了, 是吧,从所以开到29的时候转128,从128的时候呢,再往这边绕,从这个对,从128从这边,从北面绕上来,然后再从这边要101,这是可以的,但是你发现吧,29和128都是黄色的线,29和128都是黄色线,黄色线什么 干着了吧,65看到了,就说呢,你65ft以下可以开,65ft以下呢,你就不要开了,因为这条路呢,那当时之前我跟大家说过,这如果这叫黄线的路呢,我不说了,只要你有胆开了,还能开过去,而且人家不见得会给你开发单,但是呢,这条路呢,就彻彻底底印证了,我这条路根本没法开, 我一个colleague吧,就是一个同事,他就走的这条路啊,他就走的这条路开过去,开过去到时,到时候这边呢,真的就是没法开,而且咱不先不说山路齐,你先这个,山路齐取18万不说,而且用的时间呢,是绝对要比那个多开那45分钟长,甚至长了一个小时啊, 因为这时速相当恐怖,相当慢,而且到这块的时候呢,这条路呢,是,这条路是不允许走的,就说,要不然你看那走128嘛,走128也是有striction,但从这边,到这边这点路近吗,但是就是不可以,就这么恐怖,所以说这是其中一个,下次呢,就是大家,能绕远,多绕45分钟,就绕45分钟,在加利福尼亚,就是说,能尽量走interstate, 能尽量走国家级公路,走国家级公路,走不到国家级公路,要走他的省级公路,叫state road的时候呢,一定要看看restriction,加利福尼亚的,一定要看,加利福尼亚的,一定要看,怎么看呢,就刚才我跟你说,大家搜索的这个,就直接去搜索,California,California,Truck road restriction,你只要在google map里搜索这个,第二项啊,就是加利福尼亚的truck road, 打开之后呢,往下轻易了,那这个,你对应的地图,都就,都就显示出来了,这是第一种,这也是最安全的方法,这也是最安全的方法,那第二种方法呢,就像我这种,第二种方法,就叫做, Truck road,老司机的方法,就是你直接往这引拉,你直接一搜索一看了啊,对不对,直接一搜索那个地址,Capital number一搜索这里,一旦脱离了五号公路了,紧接着换成什么,换成satellite,换成satellite,首先你要看道路的曲折程度,就是加这么一点曲折程度,你没事干,不要走了,加这么一点曲折程度, 一看着什么,看着是大山没有,看着大山在山上开,又在水旁边,然后尤其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,你看,九曲十八弯,又开到这个地方,九曲十八弯,看到没有,兄弟们,直线距离是有,是有直线,但是一旦开到,你看,这九曲十八弯的山路的时候啊, 大家就不要走这条路了,恐怖死你啊,知道吧,一方面开的慢,时间又长,而且还是,哎,就是说,而且还是不是卡车的路线,所以说遇到这种路线呢,就换路线,不要按他给你的路线走,哎,自己想办法走,再走五号路,再走这边的505,我给你切换成那个普通模式就好看,再走这边的505,再走highway80,从highway80走highway37,再从highway37,你看他这里, 又让你走从high37走116,你不走116就行了吗,沿着和37一直走到头走到101吗,101是卡车可以开的吗,你走走101这样子,走101直接走上去吗,就可以了,这样一绕,绕出多少公里呢,别说公里的吗,anmail算,绕出了50mail,50mail卡车开,基本上要开一个小时,在家里付价最卡车最高时速只能开55mail每小时吗,那所以说你要多开一小时了,那没办法,既然要送到这个货,那就多开一小时, 每次呢,我往这个Hansburg送货的时候都很头疼,这呢,就是Hansburg那里有Campo Lambert,因为从那个我拉的Flydeck在Curtain Run的时候呢,就是上面有个罩子那种,这种大多数南下都是,大多数南下去美国吧,都是拉木头 好,今天呢,就讲到这里吧,因为具体的,然后呢,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呢,就是去Reno,看到这个Reno这条路线没有,就是我们再搜索一下,看,再耽误大家,再给大家三分钟吧,叫做Carton City,C-A-R-S-O-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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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走这条路线了,你看,走这条58,走97,那这时候你看,他给你另外一条路线,走Reno,走5号路,走Chico,对不对,然后又从这边走,这条路线是1595公里,而这条路线是1398公里,相当于省了100多公里吧,但是呢,你会不会走那条路呢,个人建议你不要走中间这条路啊,因为中间这条路,中间这条路在这一块上,highway139,你看他这里走这条路,这条路,你就是我屏幕正中, 中间这条路啊,就是画虚线这一方,他是坚决不允许卡车走的,是卡车是不允许走的,上面明前标志,卡车超过50p就不让走,还是60p就不让你走了,我那次开,就是开的这条路,结果对面还来了一辆警车,他也没抓我,我也是侥幸,全把我的老底都揍了,但是你可以开这个139啊,可以从右边139开下来,但是139开下来,我不说了,这边路线呢,太小太难走了,对于初学者来说呢,对于初学者来说呢,对于初学者来说呢, 我不建议啊,我不建议大家让大家走那条路啊,所以说呢,如果去卡尔森地,卡尔森地,direction,如果去卡尔森地,我们走,只要走,设计路线的时候,一旦路线里头,没有走interstates路,我们就,我们就,尽量走interstates路,那,你看,这条是,这条路线呢,就是,基本上走的五号公路,五号公路,他从这边呢,走了一条 什么149条90highway99,highway99是可以开卡车的,而且路线不错,但是问题呢,现在他是这里走,你看这里没,这里他要了一个20,这个20也是卡车肯定不允许走的,我之前查过,所以说这时候呢,如果你要去卡尔森地,就是沿着五号一直走,走到Sacramento,从Sacramento之后,再转highway80,再从highway80,去,卡尔森地,这是去卡尔森地的路,好了,通过两个实例呢,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,这个加利福尼亚这个州有多恶心, 他的卡,他的那个truck restriction有多恶心啊,好了,怎么查,就是这样子啊,在我们那个,在Google map搜索里,在Google map上面搜索,California truck road restriction,然后第二项就是这个,哎,讲的嗓子累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